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4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44.48 收盘价是240.66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9.79 最低价是在237.81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2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8072.92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6倍量缩 KD指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继续增强 MACD快线下穿了慢线 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开始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10月3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寒长上影线的中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 那当日的这根K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 开盘后股价出现了冲高 然后在250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 出现了反转向下 然后是震荡下行 一度是跌破了20均线值 那下方是在238遇到的支撑 出现了小幅反弹 回到也就是股价回到了20均线值上方 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 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 那么出现这样一根冲高回落 然后收盘价在前低下方 那成交量又是量缩 那日后将会有补量的下跌 目标就是下方的232 也就是9月19日这根K线的最低 好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一个信息 就是在10月2日生成的这根叫做蜻蜓线 蜻蜓线如果出现在下跌的行进中 它是止跌的信号K线 那么我们会看到10月3日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止跌的信号K线 也就是瓦解了这个止跌 那么股价呢 也说明股价后续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 好 那么出现这样一个连续三个交易日啊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 那么目前股价有没有反弹的可能 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反弹的可能就是条件是不能有新低的出现 再有一个就是次日的收盘价 仍然留在20日均线之上方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否则呢 一定是出现 比如说如果次日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K线 那目标是232 232如果被跌破 那接下来一定是这个210 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这个 现在股价的目标是232 我们会看到232是9月19日这根起涨的K线 那么这根K线收盘价 是突破了连续数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 小幅的反弹 也就是初次站上了这根实体长红K线 这根K线我们会看到在当日和前一个交易日 这都是带有大的成交量的 那么 9月19日这根K线呢 它是站上了这两个K线的最高 那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大量大的成交量啊 最后日后收盘价站上他们 也就是换手成功 换手成功才会迎来了这一波上涨 那么目前股价在回挡的过程当中啊 说一旦目标现在就是232 一旦跌破232 接下来也就是说瓦解这一波涨幅 然后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在去跌破这根实体长红K线的最低 好 这是我们说目前股价下行两个目标的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0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 收盘价会在252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对也就是能够站上前高去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K线 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 收盘价会在244附近 对是在这个位置 那实际呢 在10月3日收盘价是在240.66 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呢 也就是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行 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不仅是在点位上 相差较多 性质也不同 也就是我们预测的下行是不跌破前低的 但是呢 我们预测的当日的走势和实际的发生 是相同的 也就是出现下行 上方是在250附近会遇到压力而反转向下 并且呢 当然方向也是相同的 好 这是我们对前一期视频预测的一个回顾 那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啊 日后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 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 那对于10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仍然是210 那么在到达它之前 目前232将是一个支撑位 当然还有20均线值 我们认为啊20均线值如果一旦被跌破 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32的 甚至是更低的位置 好 那210如果被跌破 接下来的目标是203 203如果被跌破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 第三个目标就是182 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仍然是265 这是我们在出现这根十字线之后 多次提到的从257到271之间 股价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头 其中265是强压力 那我们会看到股价正是在265附近 也就是我们当时给出265的理由 就是7月15日这根K线的最高 对那这个位置呢将是因为含有长长的上影线 我们也会看到也是带有比较大的成交量的 那这个位置是到达271之前的最后一个 叫做压力位 我们也会看到空头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个位置 目前来说 好 那么 对 那在这个地方做头 所以说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 就是要突破265 站上这个位置 那站上这个位置 我们会看到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 也就是再次出现新高 那么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去测试271 然后271是第二个目标 接下来271如果被站上 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 好 那当然上方再向上的目标就是300关口 好 那么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目前股价反弹在到达265之前的压力 是在这个叫做250 这是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在241.5 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这样说 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将会在这个位置 如果股价出现反弹的话 那么目前在到达265之前 除了5日均线 5日均线值 10日均线值 那么这根 红K的最高 250附近 还有就是 这个清廷线的最高 251附近 这个区域将是强压力 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4日开盘之后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清廷线实体的下沿 那当日呢 在10月3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 所以是收在了低位 那到了10月4日 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 是这根K线实体部分的中线 是在242.50附近 好 我们调整它到242.5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了 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是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K线 那么 我们认为 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呢 股价一旦出现反弹 那这个地方将是强压力 也就是股价会遇到这个位置而出现 继续出现反转向下 那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呢 我们认为只有 就是说 就是说 次日股价在盘中能够在这个实体中线的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 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42.5这个位置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目前我们有一个30%的多头仓位 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38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我们在10月1日收盘价在258这个位置 是给出了停力的操作建议 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仓位呢 应该是已经停力出场了 那如果没有停力出场 我们说了就是想要继续等待股价日后回后再上涨 再继续加仓 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首232 对 所以目前股价在到达 当然我们之前在这个 这个位置给出停力的建议之后呢 我们还给出了日后的止损位 应该是守在 这个248.5这个位置 如果在这个位置 不出场想继续承受更大的损失 我们一直给出的是232这个位置 好 那么目前在前一次视频 我们也给出了 如果这个仓位止损 可以守这根清停线的最低 也就是242这个位置 因为目前股价跌破了它将会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K线 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 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也给出了一个止损位 但是呢 我们依然给出了232 好 那如果在10月3日股价是跌破了242 那么应该是止损出场 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然后去准备日后的反弹 那么可以守232 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0月3日 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 当然也不可以初次进场抢反弹 对 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0月4日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232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 我们会继续跟踪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 我们在我们视讯当中节目当中 所有的做多的技术操作呢 通常我们都是以止损出场来结束 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描述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 就是上方的250这个位置 好 那么他们的 当然还有5日均限值 那么他们的目标 现在就是232和下方的210 因为这样的一个跌势 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跌势已经形成 那么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目标 一定是232和210 这是空头的目标 好 那目前空头有一个小的目标 就是继续出现新低 然后呢收盘价跌破20日均限值 那将彻底去瓦解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 也就是说在一个上涨的多头趋势过程当中 股价回挡 如果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限值 将会转为空头趋势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10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这根红K的最高 也就是实际上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限值 是从248到250之间 它包含了涵盖了这根红K的最高 好 那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限值 在252附近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好 第三个压力位是 就是上方的264到265之间 这是上方的三个压力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5日均限值 10日均限值和这两根K线的最高 都集中在248到252之间 在这个区域内 所以股价一旦出现反弹 这个区域仍然是强压力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限值 我们测算是从240到241.5之间是在这个区域 好 那么第二个支撑就是前低是238在这个位置 第三个支撑是232 那第四个支撑呢 我们想给出是9月16日这根K线的最低 是在224附近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10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3 最低下方会到达232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4附近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位置 好 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3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高开盘 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9 在这个位置 那上方呢 最高会到达246 收盘价会收在242附近 对 那么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的条件 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9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 那出现横盘向上呢 其实我们从我们预测走势来看 就是当日不能够出现新低 并且呢 在盘中应该一直是在20均线值上方运行 也就是20均线值啊 必须要成为一个支撑 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